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將投影片改成標準的 而且是確保最適大小 關鍵的地方是這個 一定要確保最適合的大小 4比3最適大小 這個功能在哪裡呢?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我們要先把 第一個的話怎麼樣去設定最適大小 投影片的大小怎麼去做設定? 它主要的功能可能要找一下 它會放在投影片大小會放在哪裡? 放在設計裡面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設計裡面的投影片大小 投影片大小裡面的話就可以讓你去選取 到底你是要16比9還是要4比3 這個主要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的播放的裝置很有關係 因為其實現在的投影器 就是說那個投影機 他們都是 都慢慢就會16比9 不過你會發現早期的 只要是稍微 不是最新的 通常會用4比3 所以假設說你將來呢 你這個 這個簡報你要 投影的地方 不是最新設備 你會發現 那你投影出來會變成 只有很長一塊 然後下面是空白 上面空白 這樣看起來其實會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舒服啦 所以理論上 它這個地方是要求我們把它改成4比3 所以第一個請你把它改成標準4比3 也就是說 它的 寬度的話是4 然後高的話是3 16比9不明思議啦 其實4比3大概會是 像這樣的一個形狀 如果16比9它會變成像這樣 16比9 畫得比較誇張一點 16比9 也就是說如果像現在那個 新的電視 都是16比9 那相對你會感覺好像比較長一點 那以前傳統電視的話 比較寬一點 以前的電視好像感覺比較窄一點 那我們這邊把它改成4比3 4比3 就是 設計裡面的 投影片大小 然後4比3 另外的話呢 它 它的那個預設是最大化 那所謂的最大化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假設你這張照片 或者你原來簡報放不下的話 它會是最大化呈現 但是呢 它這個地方是希望說 你把它保持最適合大小 所以記得 點選4比3之後 再去點選最適大小 這樣的話就完成第2集的設定了 OK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說 編輯第1張投影片 然後這個投影片的話呢 它要套用什麼 標題的版面配置 然後呢副標題的內容要 改成這幾個字 點選 標出的地名 OK那怎麼去修改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先點選第1張投影片 那第2個的話呢 找到那個什麼 它的版面配置 那版面配置在哪裡 常用裡面 有一個版面配置 有沒有 版面配置裡面的話呢 找到 一個叫標題 有沒有 它要標題就選標題 OK你就點選標題 接下來的話它的主標題在哪裡 主標題就是這個 副標題在哪裡 副標題就這一個 有沒有你會出現在什麼 由YZU 這個可能是我們 學校預設的 電腦名稱 所以呢把這個副標題 改成他剛剛要的那幾個字 叫做 點選標出的地名 OK你就把它打字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字打上去了 我就直接把它輸入上去 這樣子 就完成 第3點 的需求 所以特別是 版面配置 所以以後找到版面配置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還有 複製 台灣地圖 這個的圖片 貼到 簡報的第1章 然後呢 圖片的位置 需要 和原來的投影片是相同的 並且 設定超連結 也就是第9份呢 點了9份那個連結 會連到第2章 南裝第3章 日月談第4章 肯定第5章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幾個做法 首先當然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素材底下有這個 那當然你是可以直接打開的 直接打開 打開你會發現起用編輯 編輯的話呢 其實它這裡面就是有這一張 其實它的需求是這樣 把這一張Ctrl C 貼過去 其實也是可以的 這個是方法一 不過 你們兩個方法都試試看 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你如果不用那個方法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在常用裡面 有個新投影片 新投影片的話 其實它這一題比較希望你用 這邊的功能 什麼功能 重複使用投影片 那也就是說 各位應該常常會遇到 你的這個 這個簡報 會用到另外一個簡報裡面的 部分的投影片 那怎麼做 其實你就會用這個功能 那首先的話你就點選什麼 重複使用投影片 接下來的話呢 它會出現瀏覽 那你就瀏覽的地方呢 找到我們的 這個 104目錄裡面 有一個檔案叫什麼 台灣的map 點pptx 這個 按開啟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說你這個簡報裡面有 投影片很多個的話 它就會幫你列出來 但是目前應該 這個投影片 只有一個 一個投影片 一張投影片而已 所以 其實如果我要利用它的話 那簡單嘛 就怎麼樣 把它點兩下 我點一下就可以了 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幫我 怎麼樣 把這張投影片 直接加到 這個地方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多一張投影片 那 投影片加進來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要這張圖的話 那就把它 C C 之後的話 切到第一張投影片之後的 再把它Ctrl V 那位置會是一樣的 OK 那你再把它怎麼樣 把它刪掉 刪掉剛剛複製這一張 關掉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OK 兩個方法 所以剛剛 第二個方法是這樣 如果假設 你用第一個方法 我剛剛講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打開 然後直接點這邊 Ctrl C 然後把它關掉 直接Ctrl V 切上 結果又不一樣 結果一樣啊 所以喔 你看哪個方法簡單 其實以我個人習慣 當然我會開起來 複製貼過來 好像好像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 直接找這個功能會找不到 OK 再來的話 兩個結果又不一樣 好像是一樣的 看起來又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說 貼到 這台頭語片所有 貼到 第一張上面 然後圖片位置 需要 與頭語片相同 然後再來的話 就設定連結 我們看一下連結 這一張 這個有連結嗎 這個沒有連結 剛剛那張有連結嗎 這張有連結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利用它的話 不能直接切過來嗎 所以這邊的話 Ctrl C Ctrl V 貼過來 等一下 貼過來的話 它那個 喔 那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貼過來沒有的話 顯然就是怎麼樣 這幾個怎麼樣 它其實是獨立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選的話 記得要按 Ctrl鍵 把它怎麼樣 把它全部選起來 再複製貼過來 不然的話它變成說 只會 把地圖選過來 那其他沒有一起過來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在常用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選取 選取裡面的話有個叫選取窗格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所謂的選取窗格 就可以讓你看到說 這個簡報裡面到底有 幾個物件 那所謂的物件 就是說 幾張圖 一個圖等於一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看 它如果 圖片1的話 旁邊有個眼睛 你把眼睛關掉 你會發現 其實投影片1指的就是那個地圖 那投影片2的話指的就是南裝 以此類推 那如果說你要全部選起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 可以 先選投影片5 然後再按Shift鍵 選投影片1 你看 它好像不能也是不能 那可能就按Ctrl鍵 連續選起來 這樣也可以啦 那Ctrl鍵的選 把它們一個一個選起來之後呢 你再把它複製貼過去應該就會是 包含那個底下的那個圖片 不然的話你 只有選的話 剛剛只會選到 那個地圖部分 所以Ctrl C 然後再來 在這邊Ctrl V貼上 理論上應該都會過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再把這一張 再把它刪掉 按Delete OK 那再來我們其實就可以把超連結加上去了 超連結這一張它說要 連結到 第二張投影片 旁邊這個 這個功能 這個叫做 選取 視窗 這個就可以把它關掉 選取窗格 這個就可以把它關閉 好 那怎麼樣做超連結 當然你可以從插入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插入 插入連結 或者是我個人比較習慣是按右鍵 因為右鍵裡面應該就會有一個什麼 右鍵裡面就會有一個連結了 各位可以看到右鍵選取 九份的話呢 這邊就有一個 右鍵連結的 選項 連結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主要我們是要連到第二張投影片 所以請你把 按右鍵插入連結點選之後的話 再選取 這份文件中的位置 因為我們要連到 點它的時候連到第二張投影片 所以按確定 那它這邊會有一個 按了解就好了 男裝的話呢 他說連結 連結到第三張 我可以按確定 看一下 它這邊是什麼 對 九份是第2 第3第4第5 OK 所以按右鍵 這邊連結 那這邊第4張 按確定 這邊一樣 按右鍵 連結 然後第5張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那你如果要確認的話 你可以再按右下角這邊有一個投影片播放 投影片放映 然後你可以點一下這邊 有標放上去有隻手 點下去 九份了 那怎麼回上一頁 按右鍵 這樣可以上前一張 那其實它是希望說將來 你不需要前一張 你只要點到九份 再點一下頁面 它就會直接跳回去第1張 不過現在你會發現你如果再點一下 它就跳到下一張 顯然不是它要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做一個 投影片的設定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比較重要的部分 記得 這邊 九份一直到墾丁這些小標籤 如果你要選 記得按按鍵鍵 分別把它選起來 那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用常用裡面有個叫選取 選取窗格 它就會顯示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